從五歲到十二歲是下學在中國 畢業下學以後學生上初中 初中是美國的七年級、八年級和九年級 最後學生可以上高中 上高中以前他們要做高考 被高中錄出了 畢業高中以後學生可以上大學 在美國從一年級到四年級是下學 從五年級到八年級是中學 也從九年級到十二年級是高學 高學以後學生可以上大學 非常好 好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